台湾薪资停滞不前 不少年轻人都不看好台湾的就业市场 旧八成的人表示宁可到海外找工作 他的起薪真的就是可能六七万 就算那是第一份职业他也会熟 可是台湾就刚踏入职场第一份工作 通常薪水不会是这个起薪 薪水会是考量因为年轻的话 还是考量薪水 年轻人想到海外打拼不是没原因 海外期望薪资是台湾平均的两倍 落在87K 反观台湾大学毕业新千人 起薪从2003年的26K 到2015年只有27K 12年来只多了1000元 过去这个35年薪资完全没有变 那么30K一直延续了30年 是因为一个产业决定了一个世代 过去这个产业是一个代工的模式 那么未来这个代工模式是不存在 年轻人能够多接触一些国际 热门的海外工作地点 包含日本 美国 港澳和东南亚 而不少企业也释出机会 台泥派驻中国硕士毕业可月领8万8 熊师除非干部派驻海外也有7万块 台湾有很多的发展这个速度 其实好像还可以有一些更加速 迎上其他的国家的 那所以看到别的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的弹性选择比较开放 他们就愿意去做不同的尝试 低新环境让年轻人往外闯 人才外流恐怕也是台湾未来的一大隐忧 东森财经新闻 刘慧琪佑树在台北财宝报导 中文字幕镇